好 大家好 我是Google台湾董事总经理马达康 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够在开元人年会在这边来介绍一下Google台湾 以及在我们过去这几年推动的大学交流计划 以及半导体研发计划 那第一个的部分的话 我想先跟大家解解一下 Google台湾在目前整体的发展 以及开展的历史 其实我们在2006年 我们就已经在台湾建立了研发中心 在那个时候的话 我们是以台北101为基础 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 积极地来开发Android跟Chrome软体的研发 那我们以台北101为基础 在那个时间点刚开始 我们的着重是软体的人才 但是在2008年 其实我们就开始跟台湾的合作伙伴 积极地密切地来讨论 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让更多更好的Android的手机 以及我们的整体在Mobile Computing的Solution 能够带给全世界未来的人们 有更多Mobile这边的便利跟感受 那在2011年的时候 我们Google的CEO Sundar特别造访台湾 在那个时候我们除了本来的软体的研发 以及Android在这边跟合作伙伴的互动 我们更进一步的投资 在台湾成立了Chromebook 笔电的研发中心 在这边我们开始在软硬整合的部分 做了更多的努力 以及跟台湾的客户 在这边我们开展 未来整体在笔电部分的一个互动 以及创新 那在2011年 我们的CEO Sundar来到台湾以后 在2012年到2014年 我们就开始特别的感受到 未来的世界 是所有的未来的这些的device 是都会互相的通 以及互相的communicate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我们就把NEST智慧家居的团队买入 同时的话 他们在台湾的团队 也正式的在智慧家居 以及其他的这些的 所谓未来共同更好的经验的部分 大家一起来持续的在做创新的努力 那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为了要加速我们在手机 这边未来的整体的创新跟发展 我们买入了HTC 整个的手机的跟Pixel合作的团队 那在这边我们加速我们的研发 2021年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到 未来的我们希望的健康的领域 那我们在这一块里面 在合并了Phoebe 它的智慧手表的团队 在这边的话 我们有包括了智慧手表 智慧手环 智慧的健康的侦测 再加上Pixel NEST Chromebook 那这样一个整体的生态链 我们再透过在台湾的 Cloud的Data Center 以及在2022年 我们进一步的加强了 我们在资安这边的投资 买入了一个新的全球最有名的 资安的专家公司 叫做Mandiant 在这块里面 我们再加强我们在资安 全球的服务 那在这块里面 都是Google台湾 在过去的十几年 我们在台湾的 在这边的 我们持续的创新 投资跟发展 那在这块里面 我也想要特别提到的 是我们在Open Source 在这边持续进行的努力 大家都知道的 举例来讲 在这块里面的话 我们直接的有包括了 刚刚提到的 三大软硬整合的产品线 包括了Android 包括了Chromebook 以及在过去这几年 慢慢的现在大家越来越知道的 Silicon 在这一块里面 晶片的研发跟开展 那在这一块里面的话 Google希望 重点投资这些的产品跟方向 能够在这些领域 持续的深化在台湾的研发合作 跟培养更多的人才 那在这一块里面 可以带动未来全球人工智慧 跟数位转型 整体带个使用者 一个更好的创新跟体验 在这一块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持续在Open Source 在这边的努力 包括Android的Open Source 的Operating System 包括Chromium的Browser Open Source 以及包括ChromiumOS的Open Source 那在这些以外 在硬体的部分 Google也跟Skywater Technology 来合作提供了一款90耐米 Open Source的Process Design Kit 那这些的领域都是我们持续 会不断的投资 以及大幅未来持续成长的方向 再来 在这些的部分 我们在做产品的持续的投资 跟研发以外 Google也不断的加强 在台湾的资料中心 包括绿能 以及海底电缆的投资 在这一块里面 我们以台湾为基地 提供亚洲居民 高品质 低延迟性的云端服务 软硬能够整合 在这一块里面 我们可以带给我们的用户 我们的商业的合作伙伴 在未来更多的创新 来进行再持续的 数位的Innovation 那目前来讲 Google在过去的 15年的持续的发展 我们现在已经在台湾 有数千名员工 以及我们有8个 不同的办公室地点 持续的进行各种的创新 跟AI服务的开展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 台湾的使用者跟商业用户 全面的使用了 Google的产品跟服务 包括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在用的Google Search Chrome Google Play YouTube Google Maps等等 我们和我们的 软硬体合作伙伴 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全球生态链 共同能够成长 来进行持续的创新 我们期望未来在AI 在云端 在绿能 半导体 通讯 医疗等等方向的研发 以及人才的交流 培养 我们都能够有更全面的合作 深度的合作 特别是在半导体的研发 我们也能够有机会 进行更多的交流 下面我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与大学建立的研发 合作计划的进展 其中有一部分都是与 Open Source有关 大家知道 Google的使命就是要整合 全球的资讯 能够让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到 其中的创新的受益 同时的话 我们有更好的使用者的经验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 大家所熟悉和喜欢的产品以外 Google还致力推动研发环境 以及特别的研发的创新 我们的研发专案 是包括了有基础研究 新产品的创新 产品的贡献 和基础设施发展等等的目标 来加以带动 同时为了个人和团体 提供工作形式上的自由度 我们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 跨各个时区 以及多元平等包容的一个研发的环境 那Google在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蛮早就开始了 在全球的大学交流计划 在北美 在欧洲 在亚太 都有相应的团队 跟大学建立创新的合作 这些合作的推动 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的研发跟创新 比如说大家可能听到比较多的 大学交流计划里面 在人工智慧的开展 那Google除了自己 在人工智慧的领域 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 产品的投资以外 我们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协同大学来开展人工智慧 特别领域的研究跟合作 这些的研究 也促成了更多优秀人才的培养 在这块里面 我们希望能够鼓励大学跟研发人员 把我们投资共同合作的 专案的研究的成果 能够把它开源出来 这些开源的进展 能够便于未来 让更多人都能够得到获益 这个是和Open Source的精神 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块里面 大家可能就会好奇说 Google为什么要投入 这么大量的资源 来这样进行呢 其实我们的目的 就是希望在全面的 全球的 我们能够大家一起来努力 提升我们的研发能力 创造未来一个有影响 跟有用的一个成果 最终的目的就能够帮助到每一个人 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更为美好 所以在这些里面 就是特别Google所秉持的宗旨 以及我们持续努力的方向 那在这一块里面 大家可能下面就会问到 到底在这些的面向里面 我们跟大学教授的合作 有哪些的方向呢 刚刚我也碰到了一两位教授 我们在这一块里面 有一些简短的一些交流 那在这一页里面 我们特别做了一些整理 第一个的部分是Research Grant 就是特别我们互相讨论的研发合作专案的一个资助计划 在这一块里面是主要由教育的教授团队 各个大学的教授团队 可以跟Google的团队来共同商讨研发的主题 在这一块里面 当有了一个proposal以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Google的申请流程 来进行提案和评审 假如通过以后 我们有分不同的等级 可以有不同的一个研发的资助的一个funding 第二个的部分的话 是Research Scholar研究学者计划 这个的目的是要帮助世界上各地的年轻教授 进行世界级的研究 这个计划的最主要的支持的对象 是在大概在最近七年 刚刚拿到博士的这一些的年轻的教授 能够帮助他们在基础的环境之下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 同时的话能够有一个特别的讲述的计划 带动他们未来创新的成长 第三个的部分是Aware for Inclusion Research 包容研究计划奖 在这个的部分是一个全球专案研究计划的方向 最主要是要支持传统上代表性不足群体所需要的研究资源的需求 在这边Google也希望我们能够尽我们的心力来给予赞助 最后一个部分是Visiting Researcher 访问研究人员的计划 在很多的大学的研发人员或教授 他们在隔一段时间以后 他们有Suppatically 在这一块里面我们针对特别他们正在进行休假 但是希望与Google有更多的研究跟工程团队讨论合作的这些的教授 双方可以透过共同的想法跟挑战之中进行意见的交换 而对于未来的一些研发的开展 可以透过Google世界级一流的计算基础的云端资源 来探索大规模新的开发的方向 那这些就是一个简单跟大学教授研发人员 在这边进行合作的面向的一个简介 再来我们对于优秀的学生的合作的方向 我们也有四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个的部分是博士生的奖学金计划 最主要是要表彰电子科学以及相关领域 进行杰出和创新研究的优秀研究生 在这一块里面奖学金的支持包括了各种不同的背景 能够奖励优秀的博士候选人来影响未来的技术 第二个的部分是conference scholarship跟internship 在这一块里面包括奖学金以及实习的机会 作为不断致力推进计算以及创新技术的部分 我们提供奖学金以及鼓励学生参加国际的会议 在这边里面发表他们的研究的成果 同时成为榜样以及未来的领导者 此外我们也在全球的Google都提供了不同的实习的机会 第三块里面是exploreCSR电脑科研的计划 在这边我们会支援大学特别要举办的电子科学的研讨会 那这些的研讨会最主要它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增加来自代表性不足的群体 所特别针对这边能够提供更多的分享的资源 在这一块里面帮助这些比较代表性不足的群体的学生 或者是这些的社群能够未来追求电子领域的学习 或者是未来它的职业生涯的成长 第四个的部分是student researcher 在这一块里面是学生研究员的计划 这一种是专注于解决研究问题的实习计划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能够让学生直接进到Google 和Google的员工一起开展短时期的研究跟工程的方案 能够支持学生培养未来追求研究或者是特别创新领域的一个职业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合作计划以外 Google还提供了研发所需要的资源根据专案特别的需要 包括了开源平台和开源光架 举例来讲包括了我们Google Cloud Platform里面需要的计算资源的Credits 或者是一些我们做出来的开源的数据内容 同时的话也包括机器学习平台 TensorFlow以及量子开发开源框架 Circ这边的持续的一些内容 前面所提的都是有助于科砖的这些的研发的计划和资源 同时Google非常地注意怎么样能够鼓励负责任的研发跟技术 比如说我们在下面是我们一些目前智力努力的方向 第一个的部分是People加上AI Research Pair的指南 致力于人工智慧跟人机互动的研究 并且共同地来创建工具跟资源 我们的目标是扩大可以参与人工智慧的开发跟应用的这些的范围 第二个的部分是在这一块里面 Google是采用一个更负责任的AI智慧的准则 我们指导Google的研究跟产品的应用开发 是根据人工智慧准则 是用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特别的来尊重使用者的隐私权 智慧财产权 透明度等等 在这一块里面透过了Google内外社群 我们进行讨论以后 透过了各个领域的专家 我们能够有一个最佳的一个实现 以及努力地来实现我们负责任的开发人工智慧 来达到造福人群跟社会的目标 第三个的部分是透过了Google AI的学习 Google的机器学习专家能够提供的讯息 课程跟练习来帮助培养技能 跟未来的加速的创新 大家可能就说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我们在Google全球的 大学交流计划的面向 那这一页我们就直接来看看 在过去的这四年 我们在台湾有哪些的进展的成果 那我记得很清楚的是 2020年我们在内部做了一个评估 得出我们希望能够积极地投资台湾 而且开转台湾未来跟研发这边的合作 那在5月的时候 我们达到了一个酝酿我们分析的结果 就用我的名义发表了一个Google的Blog Post 在这一块里面 我们在台湾正式地启动了大学交流计划 一开始我们的规模稍微小一些 我们稳扎稳打 所以在第一年 我们是从博士 博士班的奖学金计划开始 这个计划是为了表扬跟奖励 在电脑科学及相关领域 拥有卓越的表现的博士研究生 在这一块里面 大家可能没有听说的是 我们已经在台湾的表现 得到了非常杰出的一个成果 在第一年里面 我们总共在整个的东亚 有八名的获奖者 在台湾 我们有三名的 杰出的博士研究生 得到了这个奖励 因为他们优秀的表现 第二个部分 在2021年 我们引入了更多的资源 扩大我们的合作范围 2022年 我们的科砖跟大学的合作 取得了更大的突破 那除了我们持续 今年会是持续的举办 所谓的AI Book Camp 跟台城清交的人工智慧中心 在这边进行更多的交流之外 跟人才的培养 我们特别为台湾 量身定制了一个半导体研究计划 它的目的是推动产业界跟学界 在半导体这个前端领域的研究跟合作 当年在2022年 我们的讨论之后 我们在开源工具 架构算法等等 我们确立了 我们最后支援了八个研究计划 在Semiconductor Silicon Research的Program 另外在2022年 我们还实现了两个的第一次 第一个的部分 我们招募了一个学生研究者 加入了Google 来参与项目的实现 产品开发 第二个的 我们也投资了第一个的学生 来参加国际会议 那在这块里面 我们开始的布局 以及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做到 更多的持续的一个扩大 今年的2023年 根据我们在过去几年的基础之上 我们特别希望 我们持续的在去年 成功实施的半导体研究计划 从台湾能够扩大它的影响力 到更多亚洲的国家 在这个合作范围 跟影响力的部分 我们可以得到更大的提升 同时今年5月 我们正式跟台大跟成大 共同宣布 我们要扩大 我们在多个项目里面 大学交流计划 来帮助台湾的科技的发展 2023年 我们的聚焦会是在人工智慧 在健康 在硬体技术等等 在未来台湾优势紧密相关的这些的领域 人工智慧与深城市AI 这些在台湾目前最夯的话题 当然也是我们未来会重点投入的 研究合作的领域 这一页如我们前面所述的 Google全球的大学合作计划 在这边能够把重要的这些的领域 做了一个整理 这里面有包括与学校教授的研发人员的 专门的科专资助计划 也有专门针对学生的奖励的计划 这些的内容我们在今年2023年都已经有了全面的开展 那在未来我们期望能够持续的深入 跟大学建立更全面更广范围的一个合作的方向 最后再做一个整理 我们光看2022年在这一年里面 我们跟学校合作的一个成果 我们很高兴的能够看到 去年我们和台湾的各个大学 总共建立了19个研发的专案 涵盖的领域 包括人工智慧 包括机器学习 包括半导体 健康医疗等等 后面我还会针对半导体研发计划 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另外我们大家可以从这张表上可以看出 我们和大学的合作内容非常的丰富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可能没有办法进行一一的介绍 等一下假如说大家有兴趣 在某一个领域 我们在后面会给出 我们负责大学交流计划同事的联系方式 欢迎大家可以随时 与我们负责的同人进行联络 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页的右半部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跟大学平时合作举办学术交流的活动的一些精彩的剪辑 涵盖的范围包括人工智慧 半导体等等 Google积极地倡导开放的我们的这些开源的资源 鼓励合作成果能够开源共享 在这些的领域 我们希望未来更多人能够从中获益 我们从2020年启动我们的大学合作计划 在台湾深耕 在台湾成长 随着这几年的累积 我们的合作计划已经出具规模 合作的院校也越来越多 合作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我们要特别感谢合作的伙伴跟学校的支持 使得我们合作良好的发展 一直到今天 今年5月我们能够有机会 跟台大跟成大共同宣布推动的 大学交流计划的内容 来帮助台湾科技的普遍的发展 加强与大学的合作往来 来拓展我们合作的深度跟广度 为台湾的科研创新和人才的培养 能够尽我们的一份心力 第三个的部分 我就特别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半导体研究计划 在这个计划的提出 是因为当然我们在过去的这十年 大家可以感觉得到 台湾在半导体产业跟研究的蓬勃的发展 我们在2022年酝酿讨论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们征询了全球的团队的他们的建议 也包括Google在台湾 我们已经持续地在扩展的半导体创新的团队 在这一块里面还有包括 来自美国 新加坡 Open Source Tooling 的团队 这个团队致力于我们跟合作伙伴的合作 在这一块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共同积极地宣导 开源的工具 以及技术的使用跟普及 有关这些计划的一些内容 下面来让我来接着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年5月初的一个报导 其中提到了Google首度在台湾导入的半导体研究计划 这个计划正式将Google从去年酝酿成功 并且启动的一个台湾特色的半导体创新的投资 专门针对台湾大学 台湾的大学的半导体研发方向的未来的合作的方向 除了半导体研发计划的新闻的发布以外 5月份还有其他类似的报导 在这边比如说这一篇介绍的 是Google与其他的一些大学的合作 包括了每一年我们在举办的AI Book Camp 邀请人工智慧Google的researcher来到台湾 那今年的AI Book Camp已经确立 会在8月17号举办 以及三年来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跟大学建立了31个全面的科专的合作计划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去年我们启动的半导体研究计划的初衷跟目标有什么呢 最主要的我们是希望能够建立起来产业界跟学术界在半导体研究这边的桥梁 同时我们能够进行更多的链接跟交流 对半导体研究社群能够带来更积极的影响 最终我们能够加速推动一些重要半导体研究领域的研发跟协作 为此我们为了搭建起这些的合作的管道 我们在去年的5月6月 我们跟各个的大学的教授跟研发人员 我们办了两期线上半导体的研讨会 我们吸引了100多位来自各个学校的研发人员参加 Google和学术界的代表就一些半导体先导领域做了分享跟讨论 这两个研讨论之后 这些研讨会的讨论的内容帮助于增加双方的了解 提升了对半导体研究方向上面的共同的认知 所以在这之后 Google就通过了call for request proposal跟review的流程 最后我们确立了八个特别的资助的专案 在这个八个资助的方案 基本上集中在三个方向 一个是open source的tooling 一个是架构 一个是演算法 那我们在这一页里面特别整理 可能大家觉得更有兴趣的比较深入的 是哪一些的领域呢 这八个专案 假如说我们按照学校来分的话 成大有三个 台大有两个 阳明交大有两个 清华有一个 那我们按照研究领域来看 open source tooling有四个 架构跟算法各有两个 那目前这八个专案都正在顺利的进行之中 教授团队跟google的团队保持定期的沟通 来做资讯的分享 确保专案的顺利的进行 这些专案的执行期基本上是一年 预定到今年的第四季度会结束 那后续这些的专案有了成果以后 我们到时候再向大家来进行分享 那基于这些的成功的启动 我们在今年把台湾的半导体研究的计划 从台湾进而拓展到整个亚洲 除了台湾我们会继续的开展 半导体研究方案以外 我们还进一步的纳入了日本、韩国、印度、新加坡 在未来我们可以有这些跨国的合作 我们预计今年我们大概整体的投资 会有十个以上的专案 在台湾我们也会持续的资助 部分的专案进入第二期的开展跟创新 同时我们也正在思考新的专案的审核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是台湾的半导体研究计划 已经升级变成亚洲半导体研究计划 今年我们所侧重的几个研究重点 将是Open Source Hardware 也包括了所谓的Torchain跟Accelerator的领域 以及Hardware for Mobile跟Edge Devices两个领域 我们看到Google由其重视的Open Source 这些的半导体研究计划将环环相扣 持续的紧扣 我们希望要持续推展的开源 开放的未来的方向 不过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的说明 今年的这个计划提交申请的日期 是这个月的月底 所以时间上面可能假如说大家觉得有点来不及的话 也不用特别担心 假如说你有兴趣的话 等一下我们可以特别的来把我们目前负责这块领域的 我们的同事的联络方式来特别的等一下会显示给大家 那我们还是可以透过标准的Research Grant的方式来提出申请 有关于半导体创新的领域 在这块里面 当然Research Grant的申请也不止包括半导体的研发 有关于人工智慧 有关于硬体技术 智慧医疗等等 或者是通讯 其实都是我们可以进行讨论的领域跟范围 在这里就是我们负责大学交流计划的同事 也是半导体研发计划的同事 以及包括他的联络方式 假如说您对Google的大学交流计划有兴趣 或者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可以来进行联系 那等一下我也会留在这边 假如说您有一些想要讨论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在会后 我们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交换意见 好 谢谢大家 So the next I would also like to introduce our next Google speaker we also invited Aaron Cunningham who is the program manager focused on hardware developer tools for chip design he is also supporting Google open source program office specializing open source hardware strategy and he will give a talk in the next 30 minutes let me hand the stage to Aaron and thanks everyone for your attending 谢谢